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气爽 约几个之交好友 一起到市郊山野爬爬山 累了就在半山腰歇歇脚 拿出准备好的食物 欣赏着大自然的无限风光 吃着美食赏着秋景 这才叫秋油 背着姑碗瓢盆也叫秋油吗 不分男女生 每个人负重十公斤 这种不叫秋油 叫拉链 除了十公斤的背包 每个人还要背一把五六式步枪 这枪大家都不陌生 打靶石就是用它来训练的 虽然没有子弹 但背着行军包 背着步枪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兵 刚出军营时 还有人笑得脸蛋开花 特别是那些男生 经过这些天的摔打训练 行军包和五六式步枪的重量加起来也就十五公斤左右 根本不算啥负担 比起关在军营里枯燥的训练 当然是这种野外拉链好玩咯 女生们是觉得失误经挺沉 一开始也能坚持 九月下旬秋高气爽的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跟着最前面骑手前进的方向 渐渐的 不少人就感到了不适 鞋子里已经是湿答答的 那是不停地走 汗把袜子都湿透 鞋子又不够透气 五九了又湿又闷热 难受得整个人都要炸掉 还有背后的包 怎么就那么重啊 夏小兰的喘息也有点乱 她就是看着娇气 其实特别注重锻炼身体 身体素质在同龄女孩中算不错的 连她都觉得累 其他人可想而知 个子娇小的吕燕都快被大大的行军包压垮了 夏小兰瞧着她走路都有点亮枪 把枪给我 她也不可能把吕燕的背包都接过来 再来十五公斤 夏小兰自己也要越安地趴下 多背一把枪 咬咬牙 也能忍受 吕燕说话大喘气 我 我还能再坚持坚持 坚持个屁呢 周立敏是最适应这燥热的 杨成本来就热 他也体力不支 却比吕燕好些 大家都帮着分担点 一个人多背两件 你背个空包 假装一下 教官不会发现的 吕燕不仅各自娇小 她的年纪也是寝室最小的 今年才刚满十七岁 要按后世的标准 307寝室只有吕燕一个未成年 大家都不自觉会多照顾她 女生这边的动静被班上的男生注意到了 刚开学时 他们都不好意思和女同学搭话 军训了这些天 大家也都混熟了 建筑二班 一共才五个女生 班上几十个男生 连一点行礼都分担不了 夏小兰也没轮上帮吕燕分担 反而连她的行军包也被建二班的男生拿走 这么大的动静 教官当然瞧见了 但教官根本就没管 夏小兰隐约觉得 教官的表情还有点欣慰呢 野外拉链的目的是什么 除了考验意志力和身体素质 可能还有品质 出发前强调每个人背好行军包 真的有人撑不住 战友们伸出援助之手 不是应该的吗 建筑系这个开头影响了整个队伍 基本上就没有女生自己背包了 哪怕是个别科系女多男少 不是同系同班的 有啥关系 都是华青这个大集体的 不就是帮女同学背背包吗 肯定没问题 女生们也不可能真的心安理得的把负重扔给男生 自己扛自己的枪 是最后的底线 不知道谁先带头唱起了军歌 后来就变成了集体大合唱 破罗嗓子嘶吼呀 喘着气也在吼 明明是更加浪费体力的做法 却能从大合唱中汲取到坚持下去的动力 夏小兰也在唱 嗓子唱得冒烟 脚步沉重 精神抑制 不能服输 周成频频回望 总担心夏小兰坚持不住 短暂的休息是必须的 但她不能因为夏小兰发出长时间休息的命令 多长时间休息一次 目的地在哪里 都是经过军训的教官们一致商讨的 终于一声长哨响了 准备扎营 吃完饭继续 都以为坚持不住 结果还是走到了扎营的地方 教官说 他们一上午走了二十公里 还全是山路 每个学生脸上都写满骄傲 累瘫了 可也骄傲死了 说到扎营做饭 男生们都累得不想动 从女生这边接过去的行军包 他们也是换着杯 才能坚持到扎营地 那怎么办呢 扎营的是小河边 取水方便 打灶台方便 夏小兰也不想动 最终还是捶了捶灌签的脚 同学们 我有个提议 让男同学休息一会儿 我们女生负责做饭怎么样 女生也累呀 但大家是一个集体 得相互体谅 夏小兰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认可 男生们还挺不好意思 女生这边积极主动 他们也尽量配合 抬石头搭灶台 到附近去拾干柴 周成见自己媳妇精神头还行 也替他骄傲 拉过一个教官叮嘱 不许他们碰山里的东西 哪些蘑菇有毒 大部分人都分不清楚 九月份 在济北的山林里 还是能采到野生蘑菇的 周成不敢让学生们 去吃这玩意儿 一大堆无毒的蘑菇里 混进了几朵有毒的 吃坏了人可不得了 杨永红十分可惜 他还真有这个打算 还穿多307寝室的人 跟着他去 孔家庄附近产什么蘑菇 杨永红能不知道吗 新生里也不仅他一个 是济北省的 教官一发话 其他蠢蠢欲动的学生 全熄火了 熊百言几个男生 是直接挑战过周成的 周成虽然赢了他 差距却没有多明显 和季江源比枪法 更是打平 整天冷着个脸 像谁欠了他钱不还一样 老季 咱们转转去 你看今天都这么辛苦 咱要是捉住个野家伙 还能给大伙加加餐呢 季江源心动了 他骨子里也是个大胆的 不然玩什么枪啊 野家伙 你说野猪啊 会不会有危险啊 我们背的是步枪 里面可没有子弹 打把训练的时候可严格了 发了多少子弹练习 教官最后要数弹头 就怕有人藏子弹出事 熊百言呵呵笑 这么多人闹出的动静 也就野鸡能下的 躲进窝里 等我们去捉 你还想遇到野猪 不可能的 几个男生 借着捡柴火的名义 就离开了营地 过好一会儿没回来 负责他们的教官 就有点急 走 我们去找找 周成拍拍教官的肩膀 示意别惊动大部队 免得引起学生的慌乱 不过来 中文字幕——YK